嗨大家好,我是小許,那這邊來為大家分析一下這一次秀優場獎場兌換的兩張卡 莫爾迪基安跟聚皮羅,那因為我今天傳的那個影片有一點錯誤的地方 就是聚皮羅他的這個狀態並不是雙狀態,這邊做一個更正 他只有單狀態而已,所以是 我是覺得就沒有辦法跟那個光顏做那個無限的那個連動嘛對不對 那但是他的價值就是在於說他放在全神的話呢,兩回合可以減傷80% 那這個價值在於他可以跨回合減傷啦,那我覺得像歐步這種只能放神族的隊伍啦 或者是像放在光北啊什麼的這種隊伍裡面我覺得偶爾還是會有用的啦 那放在其他隊伍裡面的話可能就不太適合了嘛 因為他這個增傷變成說頭尾3.5剩下兩倍 那還有這個減傷80%變成50%所以這個就差很多 所以最好還是放在全神裡面這樣子 那但是他這個頭尾增傷齁,配合這個墓印度神啊 墓印度神放在這個歐步隊裡面我覺得還是很猛的一個增傷啦 因為歐步剛好頭尾這個那個那個戒王拳嘛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用的啦,我覺得還是值得一換的啦 那再來的話就是講這個莫爾迪基安的部分 他現在就沒有用啦,因為這個他兩個模組轉水 那模組我們講幽柱好了,幽柱的話也不缺水珠嘛 幽柱頭尾就已經可以轉出大量的水珠了 而且幽柱比較偏...他有很多模組好用的成員 什麼雷纏眼球...那個...雷纏眼球啊,雪女啊,很多好用的模組成員 不會去放他啦,而且幽柱是雜色隊嘛 所以他也不太怕說什麼...牧鼠的目標齁 因為他這張卡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他可以...水鼠可以克制牧鼠 那所以幽柱也不需要,那再來的話講純水隊好了 純水現在...純水魔現在也沒什麼用齁,之前可能還可以放在水狂隊 但是水狂現在也是沒落了嘛 所以這張卡目前呢...派不上用場,而且空間又大 所以建議可以換一張開圖鑑就可以了齁 那主要還是巨皮裸的話,我覺得還是值得換的啦 好,那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訂閱,然後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